《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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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首好歌陪伴我们走过高山低谷 盛载着一代代人的集体回忆 单暖、双暖至失暖 不同年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年代的情歌 音乐是一种沟通的语言 让我们凭歌记忆尽数心忠情 歌曲是人生的倒影 有灿烂的年华 也有温乐的岁月 人生未必如梦 岁月又是否可以如干呢 住在沙头角荔枝窝的王伯是客家人 今年已经101岁 他年轻的时候 偶尔都会听到乡下的人 落田工作的时候唱山歌 他所唱的山歌就是这样学回来 有时有空中还要一抹 一人都会唱 以前在座下 在座下的沙头 说错了些什么ved 都不适合 违了小弟儿 二生十多岁的女孩 奉侈不跟你谈 老板十多岁就结婚 生了五个子女 他说在那个年代 婚姻都是奉父母之命 梅雀之言 自己根本就不敢想爱情 更何况是周围唱情歌 这首歌唱得刘人 刘女孩、刘的人 以前也不会和女孩 也不会和女孩 以前家庭穷 顾饭吃 不想爱情不能够 乡下谋的 大部分客家生歌都是情歌 歌词里面也会滲透他们的生活细节 歌谣和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物不可分 王伯说之前的生活很穷 自己又读书不多 经历疑战之后 辛辛苦苦捱带几个子女 生活逼人 唱生歌就成为了他抒发情绪的出口 有时我想到一心唱 睡要基本啊 自己在心里看了一心 有没有意思 justeila 落水掌心 一半浮淚一半沉 以後沉來沉究竟 莫來浮起同流心 你懂不懂嗎? 不懂 每個人在愛情 好像那個監仔 落水掌心 你女生是喜歡我 就跟我聊 那個監仔一半浮一半沉 你又跟我聊不想 就一半浮一半沉 是嗎? 你又沉來沉到底 一會兒不要聊就走 是嗎? 你不要浮起來就嚇我了 你這麼算嗎? 六十多歲的黃群英 是黃伯的大女兒 她說以前和爸爸最少來多 從來都沒聽過她唱山歌 直到近年 回到黎芝鍋住 才知道爸爸會唱 但她卻沒有興趣學 其實哭客家山歌的那些 慎自己的不命 好不好? 我們不要聽以前 哭客人的哭難命 哭自己的身世窮 怎樣辛苦賺食 不要說哭 那時候小時候都不唱這些歌 聽收音機的 唱時代曲的 不同年代的人面對著不同的社會環境 都有屬於自己的飲歌 老一輩人娛樂不多 山歌可以說是他們的年代 口耳相傳的流行曲 五、六十年代 隨著戰後經濟起飛 收音機普及 西方文歌和國語歌 打開了香港流行曲的大門 注入了新的娛樂模式 之後亦有一些通俗的粵語歌 陸續出現 刻畫了當時的社會面貌 七十年代電視劇的興起 大量談情說愛的電視主題曲 唱到家傳戶曉 八十年代更加是粵語流行曲 最輝煌的歲月 一些本土意識的歌 好像是鐵塔靈魂 都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好歌吧 好 謝謝 也有張國榮、梅艷芳、 陳百強等的偶像歌手 流行文化一時無兩 在九十年代 四大天王唱出一首首經典的情歌 這些流行曲 記載了香港人不同階段的情感 唱出不同年代的恩怨、情愁 二十五歲的Timothy 是全職音樂創作人 他說自己擅長創作情歌 他的偶像是 台灣天王級歌手周杰倫 因為這首是我第一次聽他的歌 然後我又覺得這首歌的旋律是很優軟的 跟我中學的時候 一聽下去那一刻的心情都很像 所以就被他吸引了 Timothy小時候開始就很喜歡音樂 他認為唱歌可以給他抒發情緒的空間 有些說話不夠膽直接說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憑歌寄意 的確是那段時間 可能是在關係上 可能是會有些不順利 所以自己一直有一段時間很不開心 最後就發現了 原來可以透過創作這個方法 去表達到一些自己想說的東西 九十後的Timothy 形容自己是聽著情歌大 所以他的創作 大部分都是描述男女之間的感情 我覺得音樂也是一種語言 其實作為語言的話 他就不是局限於 只是傳遞一些情歌的內容 我也會想嘗試一下 不同方面的一些內容 以及一些風格 看看可不可以 看看自己能夠管理到多少 Timothy每個星期都會去長者中心 聽一群婆婆唱歌 這群婆婆每個都懂得唱客家山歌 以往每逢星期六就會聚在一起唱 疫情關係已經很久沒機會一展歌後 有客家山歌皇后之稱的劉福嬌 更加是唱歌班的座上客 每次都唱到不捨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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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 때公開著 每次都唱到不捨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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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在自己想想 整天從東京都唱出 唱出以前的生活点滴 和男女之间的爱情 自己的流行曲自己作 福叫婆婆不单只懂得 即兴唱作客家山歌 还懂得配合新的音乐元素 来吧 好 看上去有个初妻了 不妻动来不妻是 我卡出在保安部的事 坐到门上试 未来未来未说未说 坐到门上试 看上去有卡得到笑言吃饭 公公婆婆婆我家人 当精灵活泼有创作天分的福叫婆婆 遇到擅长作流行诚歌的Timothy 两代的创作人 一起会拆出什么火花呢 我们下一次再看 出演会 90岁的刘福娇现在满口客家山哥 但其实他并不是客家人 他在香港出世 战乱期间和家人走失 先被深圳报吉的一户客家人收养 19岁的时候因为唱山哥 他认识了一个看牛的年轻人 后来跟他结婚 我说他说 哎呀 说他认识了 没人的年轻人 他跳跳 没没看着他 没人人 没过分 他认识上市 没人的年轻人 他说他认识了一个国族 三国族也有个小小小小小的 是吗 他看着我 就叫没人来 他说我认识了一个妈妈 我让妈妈生气 你恨嫁 你想嫁老公 你很生气 没有现在这么好 她说结婚之后 两口子的生活虽然艰苦 但是很开心 婆婆也会即兴作很多山歌 和老公一起对唱 山歌是他们两个的沟通语言 也标志着他们的爱情 我先生很喜欢山歌 他回来有时开心 两个就对一下 对很多歌 哎呀 说 你如臭毛没迷走 你如似乎没淡花 你不然种两种酒 你苏然开两种花 你有臭毛就不要丹姐了 你有妻子就不要淡花了 一湖怎么种两种酒 一泡是怎么开两种花 婆婆说虽然几个子女都会说客家话 但已经没有人想学山歌 她这几年会去不同的老人中心 开班教人唱山歌 但可以持之而行去学的人 就没有几个 好像没有人出现了 乖乖走的啦 九十几岁 是吧 当初对山歌我会立即想到 在耕耕田 然后可能会对着对面的山很凶狂地 喊的一些有转音的歌曲 感觉上就跟现在听到婆婆唱的山歌就很不同 25岁的Timothy大概半年前来到长者中心 认识了福娇婆婆 虽然大家的背景很不同 他也不太听得懂婆婆的客家话 但音乐就成为了他们沟通的渠道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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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othy的节奏 Timothy是全职的音乐创作人 擅长创作流行情歌 他听完婆婆作的山歌之后 激发了另一种曲方 是因為考慮到的就是婆婆的生歌 它是有一個即興性在裡面 而我覺得說唱是一個 很即興的表達方式 加上去之後 也可以將象徵到不同 我們青少年和老人家之間的 文化的差異 其實也可以透過一些橋樑 可以去融合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給到 不同人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聯繫 唱這首歌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會有一些差不多的感受 當人家聽的時候 就覺得是一首流行歌 之後再去了解一下 歌手生歌說什麼 有一個人生意的東西 那一半是才能讓人家入刺 出結尋生意的東西 就覺得是你 歌手是你 歌手是你 誰給我清楚 今天好 從愛我太多 未曾ender應 作為審討 我自攝影師 在门高低跌倒上跟你会说 而你关心我而最绝装 由于爱是爱中 今年六十岁的张国雄 中学的时期正值七十年代 西方文歌在香港兴起 他就走去学吉他唱情歌 自此同音乐结缘 近期的流行曲都不是很流行 你知道我们的粤语流行曲最兴盛的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真的很大众化 铺天盖地的不同的时刻都会听到音乐 和自己响着音乐拍我好深的 成长在粤语流行曲最丰盛的年代 张国雄说许冠杰、谭永伦、陈八强都是他的偶像 但令他最念念不忘的竟然是老一辈人的客家山歌 狗不唱歌忘记歌 狗不洗船跌落河 狗不读书就忘记字 狗不连良就又生疏 最后一句才是戏辱 就是之前又说 诈诈诈诈诈 忘记怎么撑雪跌落河 忘记读书 忘记字 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我很久就没有约你了 那我们会生疏了 应该要约得多一点 其实是有些追女孩的歌 有些情歌 他有些写得很好 很划算的 1993年 张国雄放弃当时的工作 走去攻读音乐实试 2000年开始 延江民族音乐 至今搜集了 接近7000首客家山歌 你知不知道吗 是吗 你知不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吗 我知不知道 张国雄20年来 在香港不同乡村访讨客家人 搜集他们的山歌 101岁的王八 就是其中一个 仍然懂得唱山歌的人 其实山歌不会流行的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原因是因为我们想保育它 还有看看可否做到成全 让它不会完全消失 是吗 八个妖情 当属于一个时代的歌曲 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变传成 当流行曲不再流行 变曲换调是否可以力久尝身呢 但是你要流行呢 有些手段的 你变成流行曲 总有结合的那些 总有些手段 但是如果是原汁原味的 一个很传统的山歌 这样的面貌要维持呢 是难的 反而我觉得应该要选择 随着生活上很多的改良 我们会自己活出一种生活的方式 有新与旧的结合